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异想世界 我们这个小时来跟这一位呢 不安于世的好朋友 斜杠中年 斜杠这个好友 他是大家很熟悉的演员 那么最近呢 他这两年呢 做了一部小电影 短片电影 然后呢 这电影呢 非常的这个 本来大家还期待小电影 难得有一个要讲小电影的部分 兴奋了 但是这个第一次当导演 这个短片呢 讲一对父子的事情 就接连了入围了好多的 国际的这个短片的影展 影展等等东西呢 然后我今天想说 他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呢 就一定要把他找来聊一聊 来我们的好朋友 来许杰辉 断大哥好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许杰辉 现在叫许岛 没有没有 岛辉好了 岛辉 对哦 叫辉岛 岛辉 岛辉 这个名字不错不错 岛辉第一部片 是 八八海水浴场 是 对不对 是 是继八八坑道之后的一个代表作 八八海水浴场 是 很简单 其实就是我 我仔细的观察 我身边周遭的一些人事物 我发现大人常常会随口答应小孩子 然后就不会把答应的这件事情很认真的执行 然后正好有一次我就想说家里买一张那种按摩床 就是摊开有一个洞 然后脸可以塞在那个那种的这样 然后就有一个送货的司机来 然后也是瘦瘦 感觉很精壮这样 然后他送来了 然后我就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我就把那个床拉进来了 他是折叠在一起的一个指向 我门正要关的时候 他啪 他一只手挡住 我有点吓一跳 你是要做什么 你是要做什么 他就说 慧哥 请问你会组装这个床吗 我说 这个应该 他认出你来了 对对对 这个应该不难吧 我应该可以 他说 还是我帮你装 他想跟你多聊两句 要不要我帮你装 我有装过 所以很快 我说 这样会不会耽误你时间 不会 开微笑 那就麻烦你了 一进来 他在那边装 我就想说 那等一下要不要再多给个五百 还是一千块 这样 好 他整个装好了 请问有那个湿纸巾吗 我说 我以为他要插手 不是 他帮我整个床擦干净 连脚都擦了 擦了之后 他还把纸箱塑胶带 然后这样搜一搜 话说 这个人 要临走之前 把他关门 又啪 又按掌 辉哥 你一定没有感受过 这个床该怎么使用 我其实也是 丙级按摩师 好不好 没有 然后 然后就 他就搜一搜 我就要给他小费 这样 他就说 他不要收 他不要收 这样 我说 谢谢你 你真的很热心 这样 然后他要走的时候 我又要再把门关的时候 他就啪 我说啦 我说啦 我吓一跳 哎 啊 什么事情 他说 可以跟你拍一张照片吗 哎哟 早讲 但是我家里面不喜欢被拍 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站在门口 他说 可以 这样 那我就说 好 那就来拍吧 我就站在门口 这样 然后他就往那个 电梯旁边的那个楼梯间走 我说 你不是要拍照吗 然后这时候 他挥手 就有一个小孩 就跑出来了 那个是他儿子 哦 所以他儿子在外面一直等 他爸爸 一直在外面等 你看多乖 然后就说这样要拍 哇 我这个 对这个印象很深刻 就说这个小孩子 就是跟我剧中的这个人物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他就是专门在帮爸爸做事情 然后也许他会帮爸爸看车子 爸爸去送货的时候 他要购车 几岁的小孩 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七八岁 七八岁 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 可是帆大哥你知道 我那时候的评审就说 现在有人这样送吗 你当时送这个案子的 对对对的评审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个评审难得你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 都有一些很精彩的人物 那我就我就开始在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来写一个 关于父子的故事 所以就是这个的雏形 对 然后就 因为一个按摩床 然后啪叉 对 灰哥 对 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 对 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跟那个大导演 大明星拍个照 对不对 对 他儿子撒不隆东 可能根本也不知道 什么 他知道 他知道吗 他知道 因为他有看下课画露米 可是那个人要进来的时候 他才看到你啊 谁 那个送货 送货知道许杰会 上面写许杰会 他知道 了解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从事于电商的 打知名度也是一种方法 对不对 爸爸还有一场 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就发现 里面有一对一个爸爸 一个儿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片子基本上 从头到尾就是这个爸爸跟儿子 对 两个人 你其他演员好像不多 因为短片嘛 他的经费就只有这样 我们没有办法千均万 也不需要别的太多的演员 父子之间的感情 所以选儿子选爸爸 这个角色变得很重要 我在选儿子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其实找 儿子叫做廷伟 不是 那个剧中名字 他叫做江仁 剧中名字叫江仁 就这样叫庭伟 对对对 那他本名叫江仁 他的爸爸是韩国人 韩国人 然后那个妈妈呢 是以前我公共电视下课花路米的灯光师 那他那时候只是觉得说 因为他们家生两个哥哥长得很帅 很韩系的帅哥功课又好 通常都是说 好你不要一直看书了啦 你休息一下 他就是一直很 弟弟完全就是跟哥哥背道而驰普隆功 但是他活动力很好 所以你用了弟弟 然后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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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说 辉哥如果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去帮忙见习都好 那我在整个audition的过程当中 大概看了一百多个小孩 连黄登辉的儿子也看了 黄登辉 对对对 阿Ben的儿子也看了 也看了 反正我看了好多 看了一百多个 看到我都快往生了 因为那小孩子在上表演训练课的时候 完全不受控嘛 那不受控的时候 我就要一直在想办法 然后我太太一直跟我 你本来就很会搞小孩 但是我告诉你 当你有那么多小孩子 你完全是很难的 我到后来我就想说 好我就开始删除法 大胆的 比方说每一次上课 我就删除一半 所以表现如果没有达到 还上课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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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他们知道拍戏是怎么回事 这个许杰会为了要找这个 实现他当导演的这个愿望 这个爸爸还是一场开始做选角 这个刚光是小孩就把他整惨了 对 还有一个爸爸 对不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看看最后为什么廷尾会脱颖而出 欢迎你回到凡人节一小世界 这个眼儿优则倒 那么许杰辉的八八海水浴场入围好多 包括高雄电影节 日本东京国际短片影展 芝加哥的国际儿童影展 国际儿童影展 还有金水 金水 这几位都入围了 那么八八海水浴场里面就找一对父子 是 爸爸承诺孩子 要带他去海水浴场 对 就是这个暑假 要去看看 这个暑假帮爸爸做事 帮爸爸做事 开学之前 开学之前一定带你去海边玩 爸爸是个送货的 对 爸爸是个送货 俨然就是当时你家里面被送来一个按摩床的那个那个版本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在一百多个孩子很可怕 很可怕 而且都是六七十七八岁的 那简直就是这个灾难现场 对 然后当然这当中也有那种职业的童心 哦 那个真的就是很厉害三秒落泪的 哦 三秒落泪的 可是你就不要 对 哦 我其实选一百多个来audition 到后来只有剩下三个进来 PK 就是关关关一关一关过 过到后来只剩下三个 呵呵 啊这三个都要跟饰演爸爸的这个春风一直不断的拍戏 我要看他们之间的感觉 可是春风是就是911的春风嘛 对 我要送你99头玫瑰花 就是这个春风啊 对对对 他那个春风当年在911当年是在一个 呃传统市场里面的一个算是一个underground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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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被发掘出来 然后就爆红 嗯对不对好 那当然春风也本身也很有型啊 可是你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在一百多个爸爸里面选一个春风出来吗 呃那时候大概我的那个那个白板上面写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名单 名单候选人 那我一直就觉得说嗯好像这些没有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 冰崩的感觉 嗯都很厉害都是影帝都很会演 可是可是我就觉得我想要再找一个更更更让人家觉得哎呦你怎么会去想到他 那我东想西想我就想说哎春风 结果呢就就跟他的经纪人联络没有回讯 那我的监制就说慧哥没有回讯 我说再联络一下 不管怎么样嘛 就不要放弃嘛 试试看嘛 然后也都没有回应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慧哥真的啦你你第一次当导演不要小孩子也没有演戏的经验 爸爸也没有演这个对你来讲虽然你好像很厉害 但是那个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 我说啊你拜托的你再给我联络一下春风的 不也让我跟春风说一下话 这样联络不到 然后他们就说真的要拍了不然你到时候delay了 你要赔钱给文化部 因为你是拿文化部的那个补助 对 然后我就说拜托你再联络一次 原来我们前面联络都是他前面的那个经纪人 没有联络到他现任的经纪人 各位前经纪人跟前妻都是很恐怖的动物好不好 这个你有经验 你少了 你帅了吧你 然后呢 然后呢后来就联络上了 然后春风一来 一坐下来 他对我讲的话就是说 导演我要参加这个角色 我说我都还没有好好跟你讲戏你怎么就说 他说我就是要演这个 我最想演的不是黑道流氓也不是杀手 我最想演的就是那个爸爸 而且是单亲的 我为什么 我很喜欢小孩 然后我说真的吗 我朋友他们如果出去玩的时候 小孩子都丢在我这边在照顾 孩子王了 孩子王 来你看我的手机 我真的我会照顾小孩子 然后划老半天我要看到 等一下这个先不要 应该是很多妹 然后你看 我会帮小孩子弄吃的什么的照顾他们 然后我就说哇真的 我真的 你那时候很开心吧 心里面 但是很担心 因为他现在那么红 我很怕他开一个很高的价钱 我吃不下来不会啦吃不下来就算了 但是怎么办了你告诉我 对啊那我我当然就是 通常就是你跟他讲我只能出到这个钱 对只能这样讲 对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不让我不让你开 拍谁我知道你 因为我我会让他知道说我们就拍片预算 就这么多预算 我们有多少预算 这个不是正常的一个商业的电影 这样然后他就说好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对我很喜欢这个角色我想拍 对那我说那纯红那你真的要下功夫 因为你必须跟孩子一直不断的演练 他说啊等一下我背不台词背不太起来 我说没有没有 那不是台词的问题 对是你们两个要互动 肢体语言 所以他就从台中台北台北台中这样跑来跑去 跟着我这样一直跟这些最后入选的三个小朋友 你给他的演员费有能够支付他来回高铁的费用 应该没办法 不好意思 你人做人要靠实在好吗 好啦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凤尔杰一小世界 其实一部电影的行程啊 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表面上看一下很简单啊就这样弄弄弄弄 他不知道说其实一个演员 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个内化过程 就像说许杰辉导的这个短片 巴巴海嘴一小 虽然是一个短片 可是那里面那个父子之间要经过 在演戏之前他们要磨合 要培养感情 而且春风是一次跟三个孩子磨合 对不对 三个不同的 对 你们选的时候春风有提意见吗 他有 他有 他认为是这个比较好 我会问他你对哪一个孩子的 你一定会问吧 对啊感觉是他觉得最有 所以你们两个最有共识的结果 是共识的结果 对对对对 所以有A有B&C 那最后我们大家投票的时候都选C 秘密投票 对因为这包含就是我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 我要求摄影师也要到 我要求辅导 厂纪工作人员制片都要到 所以大家在投票的过程当中就投给C 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投给他 因为我告诉你 A呢是职业的童心 OK 很棒 但是他的那个眼跟春风就完全两个不一样的 同调 那B是稳定度不好 他也许这一次排很好 下一次又不好 那如果我这样在拍的时候 他可能会增加我的那个拍摄的天数 或者是状况 对 那这一个是从头到尾都不是最好 但是他是最拼的 嗯 他是那种最愿意 比方说我有一场戏 就是他哭的那场戏 我我自己本身是演员 我知道哭一次两次第三次就进风 你知道那一场我拍五个take 因为他说他还跟我讲说导演你让我休息一下 我可以再来一次 我再哭一次 对对对 哭到哭到 到最后我看到萤幕那个是没有拍在里面的 因为我们已经喊咖了 春风把他抱到旁边去 哇 就让他在春风的怀里哭 拍啊 偷啊 抓啊 快啊 可是那不在我的剧情里面 没关系 先拍下来再说嘛 这是撒狗血的最好 对不对 我就不喜欢 做成那个嘛 先拍 我们都是先把素材先拍完 回去再看看 回去再看看 你都不知道剪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像以前我们拍 我们像以前拍东西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子 我常常用 有拍一些素人访谈 但是素人访谈是平常在 没有开拍前啊 跟你讲的活龙活现的 一旦你跟他讲五四三二一 他马上拖起来了 哎这个是什么 那我用的方法就是我根本就不 我告诉摄影师你就拍了 我上去跟他聊天他根本没有搞清楚 其实这个技术我们都知道 但是因为我第一次拍这样的一个短片 我觉得我不要有太多的这种东西 我其实应该是很focus 很专注在我原先想要的每一个画面 那个就是你很精致的去站到那个中间去处理 而且范大哥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就只有20分钟 对啊 因为现在国际的短片竞赛一集影展 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 你要讲完一个故事 那我们现在还在有一些是30分钟40分钟 那我觉得这个20分钟又更难 所以孩子倒在春风的怀里哭 那你看在眼里就知道那春风跟孩子 今天有一种很特殊的 因为我前面花了太多时间建立他们的感情嘛 这小孩子从来没有外宿啊 我还另外租一个地方 然后呢就让他们父子两个去买菜 然后回来煮饭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吃 然后我们走了之后 妈妈也要走 把你兒子洗心哭喔 這樣 我會逼 然後我就偷偷去跟兒子講說 等一下爸爸幫你洗澡 你要幫爸爸洗澡 喔好好好 爸爸幫孩子洗很自然 父母親是很放心這件事 很放心 因為一直跟著 然後等到孩子說也要幫春風洗 春風說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我自己洗掉 因為我很喜歡浴室的那一場戲 我非常喜歡那一場戲 你一定要培養他們兩個在浴缸裡的 然後呢 後來他們不是一起外宿住在一起 那個戲很難拍耶 講起來簡單真的很難拍 然後呢 那個一剛開始兩個人就我們都走了 那要玩什麼 那先來玩電動玩具好了 兩個玩一玩 那還有什麼功課寫一寫 還有什麼畫畫 一下子就沒東西玩了 你知道後來玩什麼嗎 春風說 不然你畫畫的刺青 春風有刺青 就打刺膊 然後他有一些刺青是空白的 你來填顏色 我說你為什麼要 對對對 我說你為什麼要 他說我這個是原本保留 未來給我孩子塗的 是真的有這件事 所以他跟我講這個事情 我 沒拍啊 有喔 最後有在那個我的影片裡面 就是我把它加進來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有很 前面建立了很多這種東西 我們拍很多東西的那個 對啊 就是他們才知道 那個豐富度 那個精彩度才會 那個是劇本寫不出來的 你可以聽到這個故事去演 叫演員去演 可是你要創造這個故事不容易 所以他一剛開始來定裝的時候 他一直問他說 媽媽 怎樣 那個是不是壞人 他媽媽說 不是人家是很有名的一個歌手 可是他有刺青 他是流氓 然後說不可以這樣講 他不是這樣 從一剛開始這樣 怪不得人家找春風演 因為他對不對 很像嘛對不對 然後 但是我原本設計 就這個爸爸可能就是有一個七頭隊 那浪子回頭 所以就有了孩子讓他整個不一樣 其實這個如果有機會可以發展成長片 對 有機會的話 不過就是說 在演出的這件事情上面 作為一個導演 是因為你許捷輝有很很扎實的演出的經驗 算算你出道幾年了 如果從幕後做到目前就今年第32年 32年 對 那 好 最近許捷輝勒 有一個很厲害的演出 這個叫做火聊一哥 火聊一哥 今天許捷輝久進來的時候頂了一個米粉頭 歐雞上頭 好 那火聊一哥因為也是讓大家這個印象很深刻 一個深情的男人對不對 最近好像那個深情的男人都很賣 所以當男人戀愛時的那個秋澤的那個角色也是這樣 這社會開始回歸到一個某一種態度裡面 就以前這個搞渣男 對對對 現在回到深情男 對對對 好來我們休息一下火聊一哥到底 這個對許捷輝來講代表什麼意義 來聊聊 好待會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歡迎你回到 芬瑞杰一想世界 那最近看到許捷輝演火聊一哥 這個是 自他繼這個八八海水浴場當導演之後呢 也被大家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 怎麼樣火聊一哥當時來找你的時候是 為什麼叫火聊一哥 本來只是找我去演中心靈的大兒子 OK 那個不長進的長子 然後呢 你演他的兒子 兒子 然後 中心靈比你小嗎不是 對對對他中心靈年紀比我小 然後 後來他們就說 神奇的世界 會哥我們後來想一想好像不好意思沒有辦法請你再演他的大兒子 因為 我說好 因爲什麼 講完 好沒關係我知道 因為有時候人家要你不要你就這樣 你也不要讓人家尷尬 我就說好 謝謝 我就要走了這樣 然後製作人就不好意思說等一下等一下 會哥 我說你們不是要換人嗎 沒有關係 我自己也很清楚這種東西換來換去 然後他就說沒有啊 但是我們還是很誠懇想要請你來演另外一個角色這樣 早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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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那個是不好意思 真的嗎 不好意思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 對 然後因為我講這個你就會知道 我說那請問這一個角色他有保證級數嗎 就四十集裡面我有幾集 他說五到八吧 五到八啦 不知道 就是就不多 本來本來的是有幾集 本來的角色 本來如果我演兒子的話長子級數一定比較多 ok 對不對 好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想說我要不要演 他就說我要演什麼 他說 這時候你的經紀人在旁邊嗎 沒有 那時候 那時候 經紀人不要旁邊說演 沒有 沒有不演 因為演不演 要這個角色吸不吸引我 對 他講了說那我要演什麼 他說我們想請你演一個種鳳梨的農夫 然後你種的鳳梨都交給鍾欣林他們家在做鳳梨酥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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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出现那几集是因为你没空 不是 是因为人太多了 我不能够每一集都有这样 OK 然后我就 而且这一次跟整个团队合作非常非常愉快 所以这个角色能能演到三十几集 表示你就跟像你知道呢 像诸葛亮演的一个角色 他就会去影响剧本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那你觉得你在里面影响到什么 因为你演一个农夫 其实他有没有戏这件事情 就看你的创造力 我觉得影响是 如果依照传统的这种电视台 做的八点档 他的选角casting 不会是我们这样的组合 不会是这样组合 对 因为他们可能各个大的电视台 都有签约 所以就是永远用来用去 就是那些人 那不是那些人不好 而是没有心意 就像我前面 我为什么要找春风演这个爸爸 我觉得要有 这个组合如果有让人家觉得有一个新的感觉的话 大家就觉得会比较有一点想看 是这样 所以你进去演第一集第二集会开始加戏是什么原因 听说是好像就是 不要讲听说 你什么时候谦虚成这样子 就是 快点讲一下 好像要感谢那个剪接师 就是他们在剪接的时候 就是只要我跟中心灵出来 他们就 觉得很有喜感 然后他们就觉得为什么 那就代表这个就是一个第一波的市场调查 这有梗 有反应 有反应了 然后我觉得永远都不脱离这种东西 比方说以前的周美宜八哥 或者是廖峻碰碰类似这种的 就是说好久没有出现这种两个老人家 两个老人家 周欣凌我最近在看到这个男人 怎么怎么怎么当男人恋爱 失业那个讨债公司的老板娘 我都没有觉得他是老人家好吗 但是我们两个是演那种六七十岁的老人家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在凸显一个 就是黄昏之恋可不可以 那不一定老了还要再结婚 但是彼此之间的照顾可不可以 然后面对身体的状况可不可以 面对遗产面对子女孝顺不孝顺的问题等等 那我就觉得 那这个制作人慧宁姐太厉害了 他真的就很会抓这种 现在时事大家很注意的 比方说肯老 分财产这种事情 又是凤梨 所以就一级一级加 对对对 就跟彼此说给我加戏 对不对 我最近帮我朋友就是这样子 一言一言 有戏哦 赶快加 对不对 就是要有那个敏锐度 就是打蛇水棍 但是演完了火聊一歌之后 就很多人大家找他演 火水聊二歌 金聊土聊三歌 金聊四歌 是不是 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而且许杰慧在路上 还会被阿嬷拦下来 跟他说了一件什么怪事呢 待会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 欢迎你回到 范瑞杰一响世界 火聊一歌红了 那许杰慧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硬底子的 硬底子的演员 就是学演什么 其实他都非常的认真 你看他倒戏 倒个巴巴 我都好怕你们这样介绍 我什么硬底子 我其实一点也不硬 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要演好 不要被人家伤演 腰杆软 腰杆软的演员 这样好不好 他拦起头 没关系 真的他当导演 也是一百多个孩子 选出一个童心 虽然是个二十分钟的短片 好火聊一歌红了 所以马路上有阿嬷给你拦下来 就走在马路上 然后就 我也是戴帽子戴口罩 就突然被一个阿嬷这样 抓着我的手 我说你要干嘛 我真的吓一跳 他就说 我那以前嘟到你 就可能是他真的感情 他的生命当中没有遇到像火聊一哥这么深情的男人吧 所以有某种某种激情 对对对 然后你怎么摆脱他的 我就说 没怎么安抚他的 你已经过马路 因为在路上 这样很危险 你把他掺他 掺他过马路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就各自分开走过去之后 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会再回头看 他就在马路对面跟我挥手 然后我也跟他挥手 然后就说 你爱保重哦 再见 你触动了一个阿嬷 心中最深处的 这个让我想到说 以前有一个很资深的台语演员叫张伯周 他演一个戏的角色叫杜金孙 他那个坏人演到人家当时都是整箱整箱的那个名指 寄到华氏去诅咒他赶快死 这厉害 对 这厉害了 演员要演到这种 对对对 所以最近也找你找金疗二哥 五疗三哥 没有 但是我自己本身我不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再演一样的东西 就像我以前演家家福演母记带小鸭 也全部都要再找我演高中生我就不要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没有饭吃 对 我就去赚钱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 后来就没有钱过生活 那就回到一个更简单的就是 农夫 不是 我那时候去到剧场 就是带着那一个很大的那种娃娃 发DM这样 那也可以赚钱 那也可以赚钱 你这是能屈能伸的 请问你都可以去做那件事为什么不去演水疗三哥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样好吗 我再去演什么二哥三哥就把一哥给糟蹋掉 没有啦你可以不要叫三哥嘛 你可以在那个角色 不是他们要的就都是那种痛掉啊 哎呀许杰辉你这阿辉你真的是太小看自己了人家教你说哎不好意思让你去演一个那个种种这个农夫 你就把那农夫从四级五级八级搞成三十几级对不对 而且那时候制作人还问我说辉哥你觉得最后火疗一哥要不要死掉 我说应该是要死因为人哦就是要留遗憾才会美这样后来他就想说好吧那就把火疗一哥斜死火化了 这样但是办公室编剧跟制作团队两边就是开始辩论他们就说彩香这一辈子已经这么辛苦了还要让他唯一的一个唯一一个对他好的男人还要死掉还要死掉不行不行然后就拉白布抗议这样白布嘛对对对后来就后来就没有死后来还好就是没有死我才有后面的续集嘛不然我又是死了我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晓得收视率会这么好所以有收视率 这位先生李连杰演黄飞红他演了好几集对对不对他有拒绝吗没有啊但是因为他都演了好几集他有拒绝因为他们都在演黄飞红跟叶问那我不能够拿着这火疗一哥到处去骗钱这个是我的坚持那原班人马找你演这个这个剧的第二集你演第二季我会演我们现在要演电影版了赫穗片 好好好那我这样但我同意这样我同意对我同意你不要那么一天到晚就这样好不好就这样啊对如果是这个 某有我的奸旗嘛你的奸旗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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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旗奸旗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这个戏嘛 是帕二你就演了对电影版你就演了对舞台剧你就演了对对对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但是你不能够 就是拿着火疗一哥到处去骗钱哦那我同意这我同意我以为说那个自己是不不找你演的 嗯或者是说大家都已经这个戏就散了没有对不对我们到现在情感都还真的像一家人所以 电影版会出来吗赫穗片要出来有有记者会了已经公布是哦好好险当时火疗一哥没死对不然火疗一哥要出现一个双胞胎的弟弟对从外地回来说我二哥 他还简易对14天才能跟这个钟心灵见面对所以我哥哥临终时候有写信给我给我叫给我接近 所以这有时候老天爷都会有一些很巧妙的安排了我觉得就像我后来我去拍这个短片也是一样就是说 就像范达哥你刚刚讲就是会觉得说啊你就在这行业这么久了拍一个20分钟短片有什么难就是没有就很难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 你又不能够像别人讲随便拍给人家说哎你去你去那个跟文化部骗钱而且文化部给我的钱我自己还要再找跟这个一样 一比一啦一比一他是补助至少50就是补助50%啦对啊我要再找over他的那个钱这样去拍你总共花了多少钱 前前后后大概270几到280几 请问这个片是有只能找赞助吗因为他没有所谓放映的收入吗就是我要想办法所以我跟你讲老天爷对我很好他就帮我接到了火聊一哥我我拍了这三四几集的钱全部都是落下 还好今天经纪人不在经纪人对这什么看法吗没有他觉得我到55岁还愿意去冲这份理想他觉得非常的励志 对啊你你五十几岁你还敢 所以他立志你是李连杰就对了你还好吧立志立志对好不好你还敢去冲自己的一个理想吗梦想吗 梦想对啊 这个游戏玩得起 所以金税奖宣布入围的时候我们坐在那边我有一点尴尬就是全部都很年轻的学生导演就只有我一个55岁的 徐老师恭喜你入围对 然后你是年纪最大的入围者 没有关系我说是火聊一哥路 好不好可以不可以 好不好一哥嘛 总是一哥嘛 管他是什么聊 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谢谢许杰辉 这么多年来看他一直在这个萤幕前很努力 然后一个坚持要创新创新的一个 这个非常认真的演员导演主持人多方面的艺人 好这个真的是多年来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谢谢许杰辉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拜拜 拜拜 ft 持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元末 эта 演 Jahr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